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探秘大消息 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古老的风俗 神秘的乡土 悬崖上安居 深霞中耕耘 湘西一片造物主深情眷恋的土地 山川更古 风物长新 在此调和运转的万物 延续着代言自然的使命 它们是一把把开启神秘的钥匙 引领我们走进一个情谊风物的世界 这里还是一处内涵极为丰富的文明画廊 众多巧具风格的文化形态 在此斑斓交错 实现了传统与变化的和谐地形 从远古至今 湘西的历史节拍始终缓慢而独立 一系列充满迷幻色彩的传奇 将这一地区长久笼罩在 异域世界的云霞之中 湘西并不只是行政地图上标注的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而是一个更传统也更宽泛的文化和地理概念 它涵盖了雪丰山以西的湖南地区 人们常常把它称为大湘西 它包括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张家介市 槐化市 登地 由于地处云贵高原东部边缘 湘西也被看作是中国东西部的交界处 这是一片气韵神秀的福地卧土 在其东部 雪丰山 南起湖南与广西边境 北止于洞庭湖滨 整体纵贯湖南南北 在其北部 武陵山脉 云州勿绕 由东北向西南 携贯湘西全境 从大的空间范围来看 雪丰山与大兴安岭 太行山脉 乌山 共同构成了中国地势第二阶梯 与第三阶梯的分界线 如果说群山支救了湘西的骨骼 水则是穿行其间的最为灵动的岳符 它是湘西另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两山之间 原江与泥水蜿蜒流淌 组成了湘西水文地理的标志 它们与湘江 滋水一道 原初高峡 最终从不同方向 汇入东北部的低地 洞庭湖 并由此进入宏阔的长江 作为东西部的交错地带 湘西自古就是一片充满神秘的土地 人们一提到这里 大多不脱神秘 闭塞的印象 原始的自然风貌 盛行于民间的巫术 蒸发不断的封烟过往 藏匿深山洞窟的匪幻 复杂与奇异 在这里交错更替 让外界对它的想象从未停息 然而 在地理位置上 湘西衔接有通渠之称的两湖之地 自古人缘交往频繁 这里为何能发展出 迥然不同的文化形态 它又是如何保持自身文化的纯净性 长期不受浸染的呢 人们为何仍称它为神秘湘西 这与当地众山环绕 水脉横流的独特自然环境 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呢 展开湘西地图 雪峰山和武陵山 是两处最为显眼的秘境 两地常年云雾掩映 生静原始 为了解开湘西的神秘之谜 地理中国设置组 在地学和民俗专家的带领下 首先踏上了前往雪峰山的考察之旅 一路上考察队了解到 雪峰山盘缓的地区 古称眉山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以独特的生活智慧 实现着与世界的沟通 创造了许多桃源般的人居秘境 穿过崇山峻岭 考察队来到雪峰山东路的冷水江 这里山水环抱 五五复民风 一派跃进勃发的气象 向导介绍 在当地有一种神秘而古老的原始祭礼 古眉山人相信 可以通过这种形式 在人和神之间建立某种契约 达到驱除病疫 获得平安的目的 幸运的是 考察期间 我们得以一睹这样的表演 这次演出的是苏式挪坛的经典剧目 班巨匠 演员一旦佩戴上挪面具 就意味着角色附体 村民苏叶照扮演主角 巨匠身负 唱跳演三位一体 难度甚高 苏叶照的父亲苏力文 为儿子打鼓作阵 鼓声中传达着老人的执着与期盼 村中长者向我们透露 凡是没有获得过 挪戏表演者称号的人 是不能独自登台表演的 这是梅山挪戏流传上千年的行规 探访时考察队员发现 表演者所使用的面具 特色独具 明艳的色彩 丰富的神态 尤其吸引观者的目光 梅山的路线 它仅仅就是五个罗面 这都不结合七个 为什么呢 它都是太运点 比如说一个狼针 凡是尊严男性 它都使用这个 它没有什么具体球鞋之分 所以它保定免疫生态的状态 面具是挪戏表演最重要的道具 梅山挪戏每一个面具 都代表一类人 此外 梅山挪戏所有的面具 都由表演者自己制作完成 这是这个行当 世代相传的规矩 那么湘西地区 为何会有如此盛行的挪文化 考察队继续深入 雪峰山区探寻答案 一路上 向导介绍 雪峰山斜插入湘西腹中 横组了东西两面的交流 但千百年来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缝山开路 不习驾桥 遇水行船 以独特的生活智慧发展延续着 考察队途经一个叫做 常乐村的村庄时 富有梅山特色的文化活动 再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考察队了解到 传统的游挪师活动 往往持续数小时 甚至数天 挪师以自己的方式 与神对话 请求得到准许 传递了梅山人 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 其中的一些武术元素 代表着梅山人的 渔猎传统和尚武精神 通过沿途的考察 地质专家认为 对于湖南来说 雪丰山的意义在于 将湖南分为东西两部分 湘西由于地处偏远 交通闭塞 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 自成一套朴实 彪悍的地方性格 在一千多年前 湘西因与中原祖阁 又被称为 蛮夷喜军之地 翻越雪丰山 继续向西 考察队一行 逐步进入湘西的腹地 另一处大美蒸容的自然秘境 逐渐跃入视野 武陵山脉 位于湖北 湖南 重庆 贵州 四省市的交界地带 属云贵高原 云雾山的东沿部分 据向导介绍 在武陵山广阔的山地中 三千丰林八百水 汇聚成了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张家界地貌 其间地形复杂 雄风争容 苍茫临海深处 别有洞天 自古便流传着 许多离奇的故事和传说 到访之前 考察队了解到 这片千姿百态的地貌 也是过往湘西土匪 极其猖獗之地 他们常年盘踞于此 极尽作乱之事 在湘西历史上 土匪是一个特异的群体 清朝末年 湘西民间的棒棒客 以木棒为武器 劫掠路人或入户抢劫 他们忙时当农民 闲时当棒客 以团伙组织 转战交通要道 往来客商 无不受其侵害 令人好奇的是 湘西的匪患 为何如此严重 这与武陵山独特的环境 是否有关呢 专家与考察队员 决定深入山中 一探真相 顺着溪流 没走多久 路边草丛中 突然传来了 阵阵意象 注意一下安全点 在我温道 有一个山味 有一种射的味 射的毒味 要注意 可能在附近可能有射 安全点 按照向导提醒 继续向前 不到二十米的距离 考察队果然有了发现 只见这条蛇 体长接近一米 头部呈三角形 全身长有深浅不一的斑块 向导根据这条蛇 三角形的头部形态判断 它很可能有剧毒 为了确认这是什么蛇种 需要将它抓住 做进一步的观察 别往那边去 别往那边去 头的那边 头过来了 过来了 你小心 小心往下 头在这边 注意的 注意的 好 好 别 注意 注意的 好 好 好 这是一条极其危险的巨毒蛇 叫做尖吻腹 这种蛇性情凶猛 毒牙尖肠 成年蛇的体长 可以达到一百八十厘米 相传 人一旦被这种蛇咬伤 不出五步 就会毒发身亡 因此当地百姓又叫它 五步岛 一般情况下 蛇类喜欢栖息于 阴壁潮湿 杂草丛生 并且食物丰富的环境中 这说明在武林山区中 野生动物栖息繁衍的条件优越 但当考察队进入山谷时 山上逐渐大雾茫茫 神秘的张家健 似乎在故意掩盖它的本来面目 由于山内光线不足 趁着还是白天 考察队抓紧时间前行 翻过一处斗坎后 带路向导突然有了惊喜的发现 一种被当地人称为神仙草的植物 在雾气中摇曳着身姿 仔细辨认后 专家发现 这正是第四季冰川灭绝性扫荡后 遗留下来的极为珍贵的植物 茅盐梅 我们这个地儿是张家界地貌的 小芳山的顶部 周围都是高大的武林山脉所环绕 到了夜间什么露水 水分比较丰富 土壤中间的营养元素比较丰富 在我们这一片就发现了 这个原生的茅盐梅的这种植被群落 这个是很可贵的 专家分析认为 正是由于大峡谷里长期的冷热交替 常年生成云雾缭绕的小气候 为这种罕见植物的生长 创造了独特的小环境 原来武林山脉处在云贵高原龙启区 与洞庭湖沉降带之间 山地落差极大 在季风的吹拂下 来自东南沿海和印度洋的暖湿气流 长驱北上 进入湘西与武林山脉 雪峰山脉相遇时 层层山巒就像一道道屏障 使得大量水气被迫停滞下来 在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相遇后 很容易凝结成雾气 形成云遮雾罩的山地景观 专家说 正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 造就了湘西独特的气候条件 迷蒙的水气几乎占据了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 这无疑给湘西蒙上了一层飘渺神秘的面纱 在随后的几天里 天宫始终不作美 这让考察队员十分困扰 进入武林山峡谷腹地的计划 不得不一再搁浅 在等待时机时 考察队来到山中一个叫双凤村的土家族村寨 在村寨里考察队员发现 一些身着民族盛装的村民正唱着山歌 端着美酒 在寨门口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向导介绍 兰门是一种非常隆重的礼节 客人们进门时 每人都要喝上一碗土家族百姓 自己酿造的米酒 他们以这种独特的方式 表达对客人的尊敬 原来此时恰逢土家族一年中的大端午节 迎宾过后 双凤村人将会通过一种古老的舞蹈仪式 来敬一拜先祖 一般是男的杂 一般是女的米大杂 到时候就是代表我们生山的猫 像我们在天堡故事的话 我们就像到时候代表我们祖先国旗 就是成为我演资的 毛骨丝舞是土家族古老而原始的舞蹈 意思是浑身长毛的打猎人 被称为中国舞蹈及戏剧的活化石 由于土家族没有文字 只有语言 他们就用歌声和舞蹈记录祖先的生产生活 通过世世代代的传唱和舞蹈 感受祖先开拓荒野的艰难 我们就叫毛骨丝舞叫帕布嘎 帕布嘎就是毛骨丝它的头人 首领一切都要听它的智慧安排 民俗专家介绍 湘西虽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与文化单元 却因为整体属于山区地貌 各个小区域的民族文化 能够得到较为完整的保留 北部地区的土家族文化圈 中部的苗族文化圈 以及南部的洞族文化圈 显示出湘西文化形态的丰富多样和坚韧持久 其实早在先秦时期 湘西就是百岳 巴等早期族群的活动区域 后来又受到楚文化 汉文化 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渗透 成为文化多样性的保留之地 由于这些民族在地理上 多活跃在原浆上游的五溪之地 古时又有五溪蛮之称 两天后 天气终于转晴 考察队抓紧时间 再次深入张家界核心区 进入山区 考察队发现 这里的奇风怪石下别有洞天 峡谷曲折幽深 西铺回环 湖峰绝壁 彰显出武陵山区 特殊的自然生态 通过数天的考察 专家认为 从湖南省范围来看 武陵山脉纵贯湖南省西部 是东西交通的屏障 但局部地段有较低的山岸 因此又构成了东西交通的通道 专家推测 武陵山脉的这些峡谷地带 很可能是土家族人迁徙的通道之一 在民族大迁移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张家界是西南 依靠云贵高原的边缘 向东是广阔平坦的洞庭湖平原 从秦朝开始 它一直被当作进军属地的秘密途径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战势不断 到了明代 一种地域特色浓郁的防御工程 南方长城也在此修筑 棉根数百里风雨不倒 经过科考 专家认为 由于独特的地理和生态条件 湘西地区自送以来 一直匪患未决 在地理位置上 湘西与鳄 鱼 钱 贵 交界 历朝皆属统治薄弱区域 由于土地贫瘠 自然灾害频繁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 进入民国时期 湘西匪患愈发严重 一些匪首利用湘西险要的山川形式 割据一方 打家结设 给当地百姓曾带来无穷的灾难 雪峰山 武陵山 云贵高原与厄西山地四面为和 促使湘西形成一自成体系的封闭环境 外界难以从中获取信息 即使是地处中国中部 多年以来 湘西也多有神秘闭塞之感 考察至此 笼罩湘西的神秘遗云被逐一揭秘 这是自然地理塑造人居环境的典型案例之一 除了自然地理 湘西人文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同样令人神迷 充裕的天然资源 不仅衍生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以致使巫术 武术 在此盛行 凡此种种 湘西浓郁的神秘文明都与其地处边缘 文化更迭缓慢 有很大关系 总之 大湘西地区由于地理与历史的原因 在文化发展上保留了独特节奏 用迥异于普通城市的景观 为我们表现出复杂的文化激励 其中 苗族凤凰所代表的文化 实际上是一种内向型的山文化 是因为交通相对闭塞形成的独特风景 也因此造就了神秘湘西的美名 而由原浆 泥水构成的通达水系 则广泛传播了这种神秘 永久的文化 湘西 是山水地里 滋运出的一方大地一针 多样赋予了它的美名 神秘 缔结了它的灵气 深沉内润的山文化 与通达外放的水文化 在此心意相通的凝结一体 交融出湘西 沉浅与跃进的时代个性 山水构龙 升西更迭 湘西自成一脉的运行体系 依然苍劲稳健 山河云涌 风雾依旧 湘西始终踏浪于时代潮汐之上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